列治敦斯登王國是位在瑞士跟奧地利之間的 歐洲第四小國 德語的意思是發光的石頭 從十六世紀開始 列國王室就熱衷於藝術收藏 累積了五百多年的歐洲藝術珍藏 被譽為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私人收藏 這次來臺灣展出包括意大利文藝復興 巨擘拉斐爾的人物肖像畫等等 一百一十八件珍貴的藝術收藏品 純粹的小公主小手緊握著娃娃 嘴角微微揚起宛如最美好的一刻 正降臨在她的身上 石教師祭出列治敦斯登親王阿洛伊斯二世 很重視家庭 經常找畫家臨摸家人的肖像 將作畫當成拍照片 而在畫這種私人的畫面 你真的必須活著家庭 不只有王室肖像畫 王室畫家也把各地王宮的美麗風景 通通畫了下來 從十六世紀開始 列治敦斯登親王就熱衷於收藏藝術繪畫 二戰時期還為了保護藏品不被破壞 展開互保行動 第二次世界禁止晚室 第二次老戰許曾經在我身上 再出現回雲 也移動了一maal 其間的都能把整個藉菲 將被回到君子的流氏 再次的心上 它在第二次世界的戰略時 在這張車上的照片 在這張照片上的照片 在這張車上 在這張車上 不是在這張車上 在這張車上 從維安亞到瓦塔 這張照片是最優秀的 在這張照片上的最優秀 和親王一起度過動盪時期的名畫 是義大利文藝復興巨擘 拉斐爾的真姬 男子肖像畫 經典呈現拉斐爾用色節制 構圖和諧的繪畫風格 備受矚目的還有十七世紀 法蘭德斯畫家 巴洛克畫派代表盧本斯 戰神愛上了這個莉亞歇爾維亞 後來就是兩人發生了感情 所以這個就是在描寫說 他們那個發生感情衝動的那個瞬間 那當然沒錯 莉亞歇爾維亞 因為她是一個真女 是個女祭司 但是說她有一點有一點預計歡迎 就是說但是就那個那個 那個moment是描寫得非常的生動 烈之敦士頓王室展展出500年來的118件珍藏 包括神話畫作風俗畫等 精彩呈現一部歐洲藝術史